要放下 什么时候放下呢 现在就要放下 别说是 现在我很年轻啊 等我老的时候再放下 等我快死的时候再放下了 可能到那个时候来不及了 那个时候你自己做不了主了 现在就要养成习惯 现在我们接着看 法华 这是天台宗 尊崇伟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金教 纯云都妙啊 古大德把他判为一成交 比大成还要高一级 一成交 古大德 公认的三部剑 华语 发华 返网 很可惜 返网今没有传到中国来 传到中国来 只有一品 菩萨心地戒品 全金没成过来 这华语呢 那华语呢 是新手中 尊为别教一成 这别是特别 这一部经里面所讲的一些东西 其他经里的佛都没讲过 这是一致 什么东西没讲过 四四无碍 离四无碍有 其他经里有讲过 四四无碍没讲过 这是华语间独有的 成为别教一成 全云之教也 今偶一大师指出 天台之纯远 新手的全云 其密随于傲藏 戒不出此大经之外 这把无量寿金 抬举起来了 可见此经 朕是全云 又为发华之随 复是全云 那么换一句话说 这一步进 云中之云 那么这种看法 此与日本驻大德之叛教 一口同声 这是我们在前面 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 聂劳所引用 日本过去这些祖师大德 他们也是这种看法 正如中文所谓一笔孔通气者 大家的看法完全一致 近代 今宗大德 印光法师 赞要接人 这一段文 他全引出来了 这印光大师讲的 赞叹 弥陀金要接 离四个整齐节 离是讲理论 四是讲四项 都讲到极处 要接文虽然不多 讲得透彻 古得讲这一部经 住这部经 没说出来的 偶叶大师不得说出来了 唯自佛说此经以来 第一而读解 这是印光大师 对弥陀要接的赞叹 妙即确即 妙是微妙 学妙啊 确实正确 也丝毫错误都没有啊 所注解的 确实是 佛陀的本意 说纵令 古佛出事 重注此经 也不能高出其上 这样的赞叹 这样的赞叹 赞叹到 顶点 没有比这个更高了 那我们要知道 小本弥陀佛经 跟这一部经是属于同一类的 属于同一部的 对弥陀经 这种赞叹 那就是对无量寿经的赞叹 这个经典 在整个佛法里面 它占的是什么地位 我们就知道了 可见要解之判 之判此经 如佛清判也 欧耶大师的叛教 如同阿弥陀佛 如同释迦如来 亲自所叛 这些话 都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的 我们如果真的相信 一点都不怀疑 那这个人得负德 善根不可思量 能信 能且 这是圆满的善根 这一桩事情 有没有读过书 认不认识字 跟诸佛说 没有关系 书念多了 反而产生怀疑 乡村里面 没有念过书 不认识自己阿公阿婆 他们听了相信 他们不怀疑 肯定佛 愿意往生 而都成就了 都到极乐世界 去做佛去了 我们世界世界 有许多学者专家 对他还怀疑 对极乐世界 打很多问号 依旧高六道轮回 我们想一想 谁有智慧 谁有福啊 不就清清楚楚吗 我们看清楚了 一定要回过头来 想一想自己 我有没有善根福德 语言是遇到了 有没有善根福德 善根能心能解 真心真解 负责是真干 大负责的人 一定是放下 身心实际 那真的负责 我们今天不能说不信 不能说不及 不能说没有愿 但为什么功夫不得力 我们幸运即行里面 有疑问 有夹杂 那为什么会夹杂呢 事远 事远放不下了 对这个事件的明文力啊 无余六成 还有贪念呢 贪念里面最重要的 无过于情之 能够超越 能够超越情之 这真正是大善根大福德 他决定成就 而且成就肯定比一般人高 秦职太深 不肯放下 纵然往生 还是凡身同居度 这个我们要 要搞清楚 搞明白 我们是希望自己生到极乐世界 平位正高 还是真的 甘心下贫下身呢 就满足了 那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 果然秦职太重啊 恐怕到时候往生不了 要放下 什么时候放下呢 现在就要放下 别说现在我很年轻啊 等我老的时候再放下 等我快死的时候再放下了 恐怕到那个时候来不及了 那个时候你自己做不了主了 现在就要养成习惯 Ani To'f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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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